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是只要处理练就好 最重要的是执行次数和动作强度 最理想的状态是低强度的长时间练习 因此每个动作都要重复几组 并在重复之间休息2到3分钟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从基本的徒手训练 开始练积耐力吧 核心锻炼 棒式 棒式主要训练生成核心肌群 功能是为了保护脊椎 维持身体稳定度 首先踩俯握肢 双手肘称地 双脚与肩同宽 利用肚子及颓部的肌肉将身体撑起 用双手的手肘和脚趾支撑身体重量 并保持呼吸 维持40到60秒做2到3组 核心锻炼 侧棒式 侧棒式可锻炼侧腹斜肌 首先身体右侧躺于地板上 弯曲右臂让肩膀到手肘的骨头作为支撑 右脚置于地板上 左脚靠在上头 若会晃动可以将上方的脚放至下方脚前方地上 身体中段不要下垂也不要弯腰 抬头体胸维持40到60秒后换边 做2到3组 腹肌训练 死虫式 死虫式是适合初学跑者训练核心的知识之一 它可帮助唤醒肌群 也较不会出现运动伤害 身体平躺于地面 双手向上举直 双脚屈膝抬起 脚尖朝上 大腿和小腿称90度 接着左手向后降下 同时右脚往前打直靠近地面 每次进行3组 每组15到20下 背肌训练 超冷室 我知道超冷这样做啊 对不对 妈不然怎么做 超冷室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背肌 身体呈趴姿 以腹部为中心撑着 双手和双脚抬起离开地面 并注意下巴不要抬起 才不会过度伸展脖子 动作每次做2到3组 每组维持40到60秒 以上的核心和背肌训练 你都学会了吗 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带你做肌耐力训练 锻炼你上肢下肢及臀肌 让你成为一名全方位肌耐力强者型跑者 那我们下集再见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